交通拥堵已经成了国内打工组上下班面对的常态 交通部今天和吉隆坡市政局一决 从7月3号起在首都三大路段实施逆向行驶车道 与收缓堵车的情况 部长陆兆福也促请市政局严厉审批 要求延长暂时关闭道路的申请 交通拥堵的抱怨文章和新闻十有耳闻 交通部和吉隆坡市政局今天就此事召开记者会通报 光是吉隆坡每天的大道车流量就达到了600万车次 而这还不包括八打零在野等地区的数据 为了应对日渐严重的堵车问题 交通部和吉隆坡市政局今天开会议决 从7月3号起每一天的两个高峰时段 也就是清晨6点至早上9点 以及下午5点至傍晚7点 将会在首都三个路段实行逆向行驶车道 路照夫指出 这三大路段都不开放给摩托使用 而根据当局观察后 安邦路安邦方前往敦拉萨路的逆向行驶车道 只开放给巴士使用 从交通部和吉隆坡市政局的数据可以看到 其实每天平均在吉隆坡搭乘公共交通的人次 只是日军车流量的15% 所以部长希望可以通过在安邦路前往敦拉萨路的这个路段 开放仅供巴士使用的逆向行驶车道 有助于鼓励人们更多的使用巴士等公共交通工具 在实施逆向行驶车道之前 大马道路安全研究院将会制定相关指南 以确保不会发生任何道路意外 除了推出逆向行驶车道 陆兆福也促请吉隆坡市政局更严厉地审核 因施工而要求延长暂闭路段的申请 如果是一部的公共交通工具 或连长的公共交通工具 如果他们想让人续停止路上 或者路上路上 在一区的地方 它有一个渠入公共交通工具 就在通过中的久远 内地均是如此的 三个月 三个月 最后的六个月 但是对于是 当天均是 如果是一个渠入公共交通工具 但是它会被禁止路的 陸兆福承诺 交通部将会持续与相关机构合作 尽快探讨出一个 可以从根本上解决交通拥堵的方案 马兴社电视谭祖宏采访报道